大家好 欢迎收看insight财经 比特币的流通量在持续的减少 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比特币分析师认为啊 比特币可能在减半之后啊 它上涨15倍 另外一方面呢 以太坊的分片网络 已经推出了测试网 这个以太坊的分片网络未来将如何影响价格呢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mpc的一个钱包 我以前做mpc钱包开发的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啊 这方面的一些应用的特点 主要的是最近啊v神啊 它强调啊 基于智能合约的那个多签钱包 比mpc钱包是更好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 正式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 欢迎新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欢迎各位老铁点赞 点赞的话啊 油管会把这个视频推荐给更多的老铁 视频底下有一些交易所手续费折扣优惠的注册链接 全网最低啊 也需要的老铁可以关注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聊第一个事情啊 就是链上数据 settiment有数据啊 只有10个到1万个比特币的钱包里面啊 有1300万枚比特币 目前啊 比特币的总开采量是1900万枚 然后呢 比特币的总量啊是2100万枚 呃 因为啊 它开采的速度是越来越慢的 每4年减半 所以呢 全部开采出来 最少还得等 呃 100年以上 对吧 呃 永远不可能开采完啊 但是会接近这个数量 那么啊 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在过去的两个月左右啊 就比特币的巨金或者是长期持有者 呃 他们的钱包里面啊 就增加了 15万4500枚比特币 这个为什么 我们要关注啊 比特币钱包里面的比特币数量呢 比特币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首先呢 有很多比特币在交易所里面 然后呢 有一部分比特币啊 在钱包里面 呃 有很多那个机构或者是散户老铁啊 在那个 币安或者okx啊 这样的交易所里面买入了比特币 买入了比特币呢 呃 他们认为要放在交易所里面不够安全 呃 如果是我 我也会觉得不安全 对吧 为什么呢 呃 如果说是100个比特币啊 1000个比特币 放在币安交易所里面 万一币安 爆雷了呢 那你这个比特币就拿不出来了 所以呢 很多老铁啊 尤其是相对而言 专业一点的啊 这个比特币的投资人 他们呢 就会把比特币从交易所里面提出来 放到自己的 钱包里面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链上的数据啊 就 可以分析出比特币啊 当前的一个状况 目前呢 呃 比特币的钱包里面啊 持有的总的比特币的数量啊 是不断的增加的 到了差不多 呃 目前来看啊 是1300万美比特币在这个呃 大户手上 另外呢 也有很多比特币的持有者啊 是把比特币放在交易所里面啊 但是目前啊 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越来越少 然后呢 呃 经过了过去一年的一个暴跌 就是说 呃 散户投资者啊 就是在比特币牛市跑步入场的比特币投资者 他们一般而言呢 会把比特币放到那个交易所里面 然后呢 在比特币下跌的过程中啊 他们就把那个比特币给抛售掉了 然后呢 拿着比特币比较坚定的一些投资人啊 就会把比特币提到自己的钱包里面啊 呃 这样的话呢 呃 比特币钱包啊 里面的积累啊 就会越来越多 呃 这一部分老铁啊 一般是非常坚定的 呃 正如我去京都啊 看到的那位老铁啊 这手上有很多比特币对吧 呃 以前啊 7000美元的一个平均成本买入的 然后呢 呃 他放到自己的钱包里面 然后最近呢 比特币 跌到16000美元的时候 他又买一些放到自己的钱包里面 啊 按照他的一个状况 他就是 呃 这种持有10到1万枚比特币的 然后呢 呃 他就占这13500万枚比特币中的一部分 对吧 呃 这样的话啊 呃 这就是长期的一个持有者表现为 在未来啊 这一部分人的一个积累越来越多的话 比特币的价格会硬生上涨 呃 最近比特币持续的一个积累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比特币etf重新发出消息 呃 尤其是啊 贝莱德那只比特币etf啊 给了人们足够的一个想象力 然后呢 呃 经过了过去一年比特币的暴跌啊 如果说现在还拿着比特币的 肯定是长期持有者啊 呃 各位老铁啊 如果你们持有比特币 你们大概会在一个多少的价位 把手上的比特币啊 把它卖出呢 呃 我指的是 开始卖出 就是你打算啊 把自己投入比特币的成本给拿回来 呃 视频底下有那个投票链接啊 有关注的老铁啊 有感兴趣的老铁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呢 呃 也有比特币啊 呃 交易专家啊 认为比特币在呃 过去未来啊 减半之后的几个月内啊 会上涨15倍 呃 因为呢 呃 他认为啊 那个比特币啊 会经历一个2015年 或者是2017年 相当的周期 我估计啊 呃 他提出这个理论啊 应该也是看了 我之前一直跟各位老铁提出的那个 RMA的那个指标啊 就是比特币在低谷啊 持续的时间越长 那么比特币啊 在后面的一个流逝周期就会越长 说实在的比特币存在才十年啊 四年一轮的周期的话 那么 这个问题呢 就是表现为他呃 只经历了三轮流熊 看过去的分析数据啊 呃 只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但是呢 呃 这个两年MA 逃禀指标和这个四年一轮的周期还是非常精准的 呃 只是呢 呃 这个比特币能否涨15倍啊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号啊 为什么呢 呃 虽然说比特币在未来两年上涨是一种共识 就是大家都认为他会上涨 只要有这种共识的话 那个 呃 投资机构啊 也会入场 呃 像 各种比特币etf啊 对吧 像灰度啊 像那个微策略 微策略不是最近又买了2万枚比特币对吧 啊 1万多枚啊 但是呢 呃 其实比特币的币价在趋于稳定 呃 毕竟啊 比特币他是想作为一种保值或者是一种支付的产品 其实稳定是更好的 呃 比特币呢 他的一个涨幅和跌幅啊 都会比山寨币要小 在这种熊市啊 低谷期啊 呃 比特币 他的一个跌幅会比山寨比小 再牛市 大牛市啊 比特币先涨 比特币涨了之后呢 由于啊 资金会从比特币里面溢出来 一个比特币都可以把一个排名靠后 比如说150名左右的山寨币啊 一个比特币都可以把它 呃 拉上来10个点20个点啊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说呢 呃 比特币的涨幅和跌幅啊 都会比山寨币小 然后很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轮比特币的低谷 比以往更久 受大环境影响 就是美联储持续的加息 持续的紧缩 13个月以来啊 这个比特币还没有从低谷走出来 对吧 所以呃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未来比特币这一轮流失啊 会更长远 但是呢 按照这个呃 加密货币专家 那个专头的专啊 对吧 这个比特币在减半之前和减半之后 几个月啊 涨15倍啊 这个还是比较难预测的啊 因为比特币减半只有11个月不到了 呃 10个月不到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涨15倍啊 还是蛮要脑洞的 然后我们讲一下那个以太坊的一个核心开发者的共识会议啊 以太坊他有一个eip 4844 这个是分片技术啊 呃 之前呢 以太坊全球大概有8000台矿矿机啊 然后 经过呢 以太坊从pow往pos的一个转型之后呢 呃 目前呢 以太坊是基于这种pos的一个机制 然后呢pos机制之后呢 就要有一个分片网络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太坊上面 呃 假如啊 我们打个比方了 呃 其实那个节点数量远远超过这个 假如说有100个节点 把它分为10组的话 就每10个节点呃 完成一部分交易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把这个交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内容啊 它的那个根哈希 呃 没默克尔数啊 把它 广播到那个 b肯链上面啊 就是原来的他那个主网上面啊 就是那个主链上面 呃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以太坊的一个分片机制啊 呃 它存储数据呃 不是存储在 所有的以太坊的节点里面啊 而是部分的把那个 全节点的数据啊 交易数据存储在每个部分的节点上面 这个就相当于 那个数据库的升级啊 如果说各位老铁是做it的 就应该知道啊 呃 单机数据库 往那个 分布式数据库啊 呃 这样升级的一个过程 呃 单机数据库呢 就像以前的sicle server 2000啊 或者oracle 这个就是单机的数据库 然后呢 呃 升级上那个分布式数据库啊 比如说像那个hbase啊 呃 像mongodb啊 对吧 这样的呃 数据库 分布式数据库啊 或者是那个谷歌的那个spanner啊 这样全球数据库啊 所以呢 呃 它的性能会明显的提升 呃 这个呢 是以太坊之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 每一次以太坊升级啊 都会带来以太坊价格的一个上升 就是说以太坊啊 很有意思 呃 它每一轮升级啊 它的币价都会有一个非常高的就上一个台阶 但是呢 它还是会受到大环境和比特币的一个影响 如果说比特币是稳定不变的 这个环境不改变 那么以太坊每一次升级啊 它的币价都会上一个台阶 呃 我认为啊 以太坊 在这个eip 4844升级之后呢 呃 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加密货币牛市啊 会 按照这个时间点来看啊 那个时候啊 比特币也应该涨的差不多了 呃 以太坊啊 推出这个eip 4844升级之后啊 应该会把以太坊的币价啊 拉得非常的高 也有可能啊 以太坊呃 这个只是可能性啊 在短期内啊 那个时候可能会在这种市值上面啊 市值排名甚至可能超过那个比特币 我是这么样预测的 尤其是现在以太坊有一个销毁机制 以及以太坊的那个验证节点啊 还持续的由以太坊呃 去存到里面啊 从二级市场里面把那个以太坊给呃 买过来 然后存到这个验证节点里面 而且在牛市的时候 由于以太坊生态影响特别大 呃 它的那个挖矿收益会变得非常高 呃 这样多重机制的一个影响下 那个时候以太坊有可能短时间 它的市值是超过比特币的 呃 其实如果说 呃 大家持有以太坊啊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呃 它的分片上线 前后啊 是可以考虑把以太坊给抛售掉的 对吧 嗯 好 呃 我们最后呢 聊一下那个coinbase的mpc钱包啊 coinbase啊 和okx啊 等等这些交易所啊 都有那个mpc钱包 其实okx最近发展比较好 他们有那个mpc钱包 呃 然后呢 啊 视频底下有那个okx啊 手续费八折的注册链接啊 感兴趣的老铁可以关注一下 呃 coinbase呢 目前它的那个mpc钱包呢 创建数量已经超过了500万个啊 那么呃 mpc钱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钱包呢 呃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私钥啊 呃 比如说这个私钥就比较简单吧 ABCDEFG吧 呃 这样的一长串啊 然后呢 我把abc这个私钥啊 分享给那个coinbase他们拿着 然后呢 我拿着后面这避风部分啊DEFG对吧 然后呢 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机构啊 拿着后面的什么 呃 一些另外一长串的那个私钥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私钥分成n个部分 呃 客户自己拿一部分那个coinbase啊 或者是okx他们拿一部分 然后呢 我签名的时候啊 就要我们这几个呃单元 每一次签一部分 我拿着这个呃 签好名的东西啊 用我这一部分私钥签好名 然后把签好名的东西啊 给那个coinbase coinbase呢 拿着他的那个私钥再签一部分 这样的话呢 呃 我们谁也不能够完成这个签名 呃 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 跑路 如果说我们是合伙创业啊 我们呃 有一笔资产放在一个钱包里面啊 我们每个人拿一部分私钥就谁都不 没有办法把这个呃 钱把它提走 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而且呢 他也是更安全的 呃 为什么呢 呃 如果黑客到我的那部分私钥那没用 对吧 他要 倒掉我这部分私钥 同时倒掉那个coinbase啊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要把所有的私钥一起倒掉 他才能够把资产给拿出来 所以理论上而言是更安全的 那么为什么巫医神会吐槽这个钱包说他有问题呢 呃 大家想想啊 呃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 coinbase的那个私钥和我的私钥其实是永久有效的 呃 不像那个 multisig的钱包啊 就是多签钱包 这个是基于智能合约的 呃 在智能合约上面啊 做一个那个基于智能合约的一个多签 呃 他的机制呢 就是 呃 我们啊 每个人拿一把完整的钥匙 呃 比如说我拿一把钥匙 然后呢 那个coinbase拿一把钥匙 呃 第三方拿一把钥匙啊 这个就是 multisig的一个多签 就是另外一种多签形式啊 呃 是微神推推荐的这一种啊 我们啊 几把钥匙一起啊 去完成一个签名 才能够调动这个资产 呃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如果说啊 呃 我觉得coinbase啊 他 不受待见 呃 他不安全 我可以啊 呃 把那个coinbase的那一部分钥匙啊 把它给剔除 就从智能合约上面把它剔除 然后呢 呃 再换另外一家机构啊 这样的话呢 呃 有的那个钥匙啊 他可以失效 可以让他 这个呃 微神推荐的这种multisig 和mpc的区别啊 就是mpc呢 他是一把钥匙 不同的人拿 然后呢 这个 呃 微神推荐的这种啊 呃 多签就是 多个人 每个人拿一把完整的钥匙一起完成签名啊 呃 各有各的好处啊 其实那个multisig啊 那个应用啊 做起来比较困难啊 就是非常的不合理 就是用户体验非常的差 呃 在以太坊上面啊 这个只能够机构用啊 个人用的话 还是mpc这种钱包 呃 更加的 方便易用个人钱包的话 对吧 而且呢 如果说你觉得 呃 有一个机构啊 比如说coinbase 你不想让他拿自己的那一部分钥匙啊 你可以把资产全部转到另外一个钱包里面 再重设一个钱包 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好 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insight财经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小铃铛 拜拜 再见 前面 请不出位了 这是194年